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星期三在首相关底与荷兰首相吕特会晤 两国的官方团队从星期二开始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安华指出此次会晤目的是加强大马和荷兰的双边关系 安华大战吕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课题上态度温和 更指对方尊重大马的立场 同意会采取措施制止对巴勒斯坦的攻击 河南是欧盟国家中最大的马来西亚 棕油进口国进口量约为73万吨 两国领导在这次访谈中也加强对棕油业 数码合作人工智能半导体技术等领域进行意见交流 进一步促进马来西亚和荷兰的友好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